香港历史 南汉后住一流厂 在南汉大堡六年 即是公元963年 在大堡海 即是现在的吐露港 摄了微穿刀 微穿刀是什么? 就是彩珍珠 当时招募了彩珠的士兵几千人 专门从事潜水彩珠 微穿这个名字 採自晋人陆基、文库、水怀珠 而穿微 刀是军翼的意思 是铸军的一种 其实彩珠的工作很艰辛 亦很危险 宋朝初年一度废止了 后来才恢复 宋朝时期 是大埔彩珠业的巅峰 一度跟合普 即是广西的北海合普齐名 朝廷对彩珠业非常重视 原仁宗延幼六年 即是1319年 当局撤广州彩珠提举师管理大埔珠 管理大埔海一带的彩珠 后来一位太妖民 就在第二年废治 但又在原顺帝至原三年 即是1337年复办 早于汉朝时 香港一带已经有一定规模制炎业 西汉时代的南越国 香港一带也有炎官设置 南越国灭亡后 炎官一职依然保留 而在汉朝期间 官府会给予当地居民一种奴盘工具 就被那些炎户煮炎的 到了三国东吴时期 香港一带的潘于苑 改属东观棍 棍内的炎墙 统称为东观墙 吾末帝金路二年 即是公元的266年 东观棍字 施炎教屈 管理棍内的炎墙 并且派炎官铸守当时的棍字 东晋起改称为施炎刀屈 吾末帝金路二年 即是公元266年 东观棍设置施炎教位 管理棍内的炎墙 并且派炎官铸守当时的棍子 东晋起改称为施炎刀位 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唐朝 在东晋的校磨六年 即是公元的331年 香港一带就改帝于 东观棍保安院的时候 在旧施炎刀位女的基础上 再加足棍城 袁施炎刀位何致 就转租为第一任的东观棍太秀 在另一方面 以姚文为主的大鞋山 即是现在的大鱼山 亦曾经是香港地区的重要产炎地 不送送神宗元峰年间 官方设置了海南的三炎墙 到了宋高中邵庆年间 曾经招航盘具在大鱼山的炎梟 选了一些少壮者做水军 放宽了鱼炎之感 称之为叶造炎 但到了宋高中淳熙十年 即是公元的1183年 朝廷命令打击大鞋山的尸炎 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 到宋宁中庆元三年 即是1197年 广东提举《炎茶徐安国》 派人去到大鱼山 緝捕诗炎反旨 引起了岛上大规模的炎民起义 历史上称为大鞋山炎民起义 以高登或有另一个名叫曼登 以他为首的起义者 一度成朝将攻陷了广州城下 但后来被起义军镇压了 宋朝政府曾经在土瓜环、九龙湾 甚至在观塘指导油麻地沿岸 就设立了官库墙 土瓜环站周围一带 就是官库墙的牙柱 就派有造炎官和有驻兵 他们就去管理这个炎墙 在现代的2014年4月 当发展土瓜环站的时候 附近地底发现了方形的石井 引起了处理古迹的一些争议 另外在九龙湾沿岸有墜落 根据宋惠耀的记载 宋孝宗龙兴元年 即是公元的1163年 由于官库墙的产炎量未如理想 曾经一度废致 并聘入另一个官方炎墙 蝶覆墙 蝶覆墙 蝶覆墙在现在沙头角东北 大鹏湾西南地方 后来因为官库墙的产炎量回升 于是在沙头角再度废置 唐朝开始 香港一带就开始发展出制造石灰行业 石灰当时可以用作保护木船 免受注食 亦为容器做出防漏作用 还有中和酸性土壤、建屋、造盐等用途 在香港几个海滩都发现了圆拱形的灰窑 另外香港一带在唐朝起也发展出萧池叶 现在境内已经被发现有六十几个平陷式圆形的遥路位置 其中赤立角深湾村的十三座路附近 更发现了两万多片的青池 元朝时期,赤立角一带可能有野铁工业 在赤立角的哈罗湾曾被发现 元朝时期的铸炉遗迹有十三座 狂朝开始,由于邻近的广州 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朝廷也设立了屯门军阵 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 香港一带的航运业开始得以发展 不少货物都会经香港一带转运到沿海地区 到了宋朝时,航运业变得更发达 九龙湾的海上,有不少商船来往停泊 有些福建人都来到九龙一带开村 例如根据九龙蒲江村林氏族谱的记载 宋朝时,福建蒲田有一名做林长盛的人 他举家搬到现在皇大仙附近的彭蒲围 即是现在的大堪村 这位林长盛一年多代都是靠行船为生 船来往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 有一次他的孙子林重坚、林柏坚駕駛着曹船 都是一类船 出海遇到台风 很惨,船位课失 二人力玩船逢 紧紧抱着船上,祭致林氏大姑神主 拿着神主牌,一路浮到东龙洲 幸好,最终安全脱险 他们认为这是神灵保佑 于是在东龙洲 即是南佛堂 收建了祭致林氏大姑神庙 林重坚的儿子林道尔 后来又在北佛堂 收建了一座同类神庙 这个林氏大姑 即是后来人家所称的天后 宋代、林氏家族的千玛史 和南北佛堂天后庙的修建 曲折地反映出本地航海业的发展 而考古发掘也有不少宋池的瓷器和铜钱 在九龙湾沿外一带 对,估计也很可能和海上贸易有关 也证明了当时的九龙湾一带 应该挺富裕 香港东部的佛堂门 在宋朝开始成为水上的交通要道之一 南宋元年六年 即是1200年 佛堂门建立了海关收取瑞巷 厌史仍存有古瑞关的位置 漁业、农业早在史前 已是香港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 区内有邪文和耀文 在山坡上有农田 而海上有旦家 他们以船为居 并且以捕鱼为业 在宋朝时 因为商业发展蓬勃 规模较大的移民 亦在此时开始 香港鱼业和香港农业 亦因为有需求而发展 土著的方式 逐渐被中原人士的习惯所取代 宋晨中时 尊氏邓符歇 他是江西吉水人 当他去广东阳春苑做苑令途中 由海道经过今日新界的屯门 他对当地的风土美景十分欣赏 因此当他任满池冠后 竟然举家搬到岑田 即是现在的錦田居住 邓符歇在这里布置原田 起劳墓 从事农业的发展 他收据了錦田的南北位 亦将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 和父母的遗骸 遷葬在新界 另外在北宋末年 俊氏侯五郎搬到东莞园 他的儿子叫侯卓锋 搬到今日的河上乡捉茶料 做小生意 而他的后人 仍然居住在新界的河上乡 燕江、金钱、丙江等地 宋代后 姓廖、姓文、姓彭等各族 都陆续迁入新界 其中文士是宋末领袖 文天祥的族人和后人 他们和邓氏和侯氏两族 合称为新界的五大士族 当时的农业是以稻米种植为主 另外也有种植蔬菜、水果和茶叶 但大多数种植的产量都是自用 凤凰山和大武山的山腰 现在还发现荒废的古茶田的遗址 香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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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